好 好 现在开始来摄影 那今天要做记录是这一张 大家从他开始构图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 所设计的吉祥如意 那他设计出来的吉祥如意 很特别的是一开始的设计 吉祥如意 这四个字呢 都非常有他自己的创意 那有风 我还问过他 这个为什么用的黑黑的 他特意做成一个 好像飞过来的一个感觉 所以他会把这张做成像这样子 有飞的感觉这样一个一个过程 那如果同样这样的一张纸 然后放到那个春年的红莲上 他如果做设计 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设计 他设计是这样子 他完成了 他完成 他把他当初的设计稿 把他同样的吉祥如意 把他弄过来 同样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创意 那但是不一样 真的很不同 这小朋友他的创意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吉呢 他的吉 他的吉 不同在哪里 老师跟您讲 就是说 你看 他把春放进来了 原来没有 他把春放进来了 他把春的鞭炮也放进来了 春脸也放进来了 甚至还有一朵花 还有一朵花 以这样去创造 然后他的想 与众不同是哪里 他的眼睛旁边多了个眼睫毛 然后旁边呢 还多一个喇叭 这边没有 原来的没有 原来的没有 他多一个唱卡拉OK 他想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唱卡拉OK 那乳呢 乳液的乳变化的蛮大的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他画了玫瑰花 然后画了一串 好像珠宝一样的东西 我想过年对他来讲 是件很快乐 很缤纷的事情 这边 很快乐又很好玩的 整个做个变化 那义呢 也跟之前不同了 老师有发现 他有发现他的刀剑太多 所以在这个义的设计里面 他就改变了 他把眼睛 然后这边呢 原来没有胡子的 他加了胡子 原来眼睛只有一个 他变成两个还眨眨眼 整个设计起来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 而且可以感觉到 他即将要过节的快乐的气氛 全部都能挂在这里头 那我们觉得说 这小朋友 他的画画 有他的想法和创意 真的是很棒的一幅作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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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